小海豚奋力冲破欲望 身后不断渗出鲜血 与其无助地拍打着海面 可最终还是在染红的海面上沉了下去 岸边 日本居民在肆意狂笑 这一幕就是出自2009年一部特殊的纪录片 海豚湾 在日本太地定线 每年9月 数亿万机的海豚会被当地渔民驱赶到一个秘密的海湾 它们手握钢杂 僵处在惊恐的海豚一一杀害 然后再用铁钩残忍地将它们拖拽上船 大屠杀过后 整个海水都被鲜血染红 这是一场真实的大屠杀 渔民们每年都会在这里残忍杀害两万多条海豚 山谷里不断回荡着海豚临死前的悲鸣 然而当地政府为了掩盖真相 不但在小镇上设立了海豚展览馆 包括路上的涂鸦雕像 甚至就连渔船都设计成了海豚的样式 而在小镇的中心位置 甚至还专门建设了精类研究所 吸引了无数游客来小镇参观 不知情的游客们还天真的以为这里是海豚的天堂 而当海豚专家里克和导演路易得知这一切之后 决定拍下海豚杀戮的画面 将日本的最形象全世界公布 而促使里克做这一切的原因 还要从1970年说起 当时有一只名叫卡西的海豚在水族馆里自杀了 其实海豚是非常聪明的动物 它可以像人一样拥有自我意识 并且它的呼吸是主动进行的 卡西在巨大的训练和表演压底下 它拒绝吸入了下一口空气 而卡西的训养师正是里克 卡西的死亡让里克幡然醒悟 他说海豚的正常寿命大约在45年左右 但海洋管理的海豚 大多数连七年都活不到 里克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名的海豚训养师 许多海豚的训练方法都是里克发明创造的 他实在是太爱海豚了 但卡西自杀之后 他开始在全世界反对海豚的表演以及猎杀 在得知泰迪丁海豚蛮事件之后 里克便决定要把他们全部拍摄下来 然而他们拍摄的过程阻碍重重 他们刚到小镇就被当地的居民跟踪 去往海豚湾的道路也被人全部封死 甚至还设立了禁止入内的警示派 而海豚湾附近的山林里 每天都有带着武器的当地人24小时漩涡看守 甚至还没有等到里克及人摸清状况 当地的警察就已经找上了门 并且盘问他们此行的目的 警察还警告他们 绝对不能闯入禁区 地儿天天刚蒙蒙凉 海面上就出现了十几艘渔船 他们一字拍开 手里拿着一根金属棒 棒子的一头伸进海里 随后用铁锤敲击另一头 这样就能形成一张无形的身亡 因为海豚是听觉动物 对声音十分敏感 渔民们利用金属棒形成的身亡 把上千只海豚驱赶到海岸上 然后再用渔网将它们困住 第二天早上 来自世界各地的海豚训养师们 就会来挑选优秀的海豚 作为水族馆表演所用 而那些没被选上的海豚 则会遭到渔民驱赶到一处隐秘的海湾里 被残忍虐杀 只不过港湾内所发生的一切 李克肯本无法拍到 而这项灰色的产业链 已经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巨大的商业链条 一条用来在水族馆表演的海豚 价格高达15万美金 而四海豚则被批发到各个海线市场 售价也只有可怜的600美金 海豚商业链中的巨大利益 全部被当地的政府和渔民挂奋殆尽 而当李克闯入这里时 势必会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当地的渔民会利用极端手段 不断地对李克一心人进行人身攻击 而李克的一位同事在落单时 被他们残忍地杀害 李克试图进行过许多次的隐秘行动 但却统统无功而返 此时的李克终于明白 想要靠自己揭发这桩震惊世界的丑闻 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组建一个特别的团队 首先李克的第一位人选 是在工业光摩任职的首席道具师 他让道具师设计了一种可以隐藏的摄像机 随后又找到了世界潜水冠军曼妮夫妇 他们可以不依靠任何潜水设备 下潜到90米的海水深处 只是为了能安装水下刺应益 而保护整个团队安全的教官 则是从海军陆战队退役的西蒙 他们甚至还找到了在世界各地冒险的查尔斯 他的野外生存经验十分丰富 此外 他们甚至还调用了一台军用级别的红外线热成像椅 一架直升机 一艘海豚样式的无人驾驶飞艇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准备工作 传起团队就抵达了日本泰的顶 只是在抵达的第一天 他们就被当地人监视了 路边不仅有人24小时跟派 还有数十辆车轮饭跟踪 直到一个星期之后 李克才知道跟踪他们的人 居然是当地政府的警察局局长 其实一开始 李克是想跟当地政府谈判进行合法拍摄 但经过了两天蛮长的谈判过程 他们不仅被当地政府拒绝 甚至政府部门还给了他们一张涂鸦的地图 只要是上面标注过的地方 李克和他的团队全部无法进入 而在这其中就包括海豚大屠杀的海湾 这个十分隐秘的海湾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 三面都是峭壁 而唯一能进入这里的入口 也被铁丝网形成的路障完全阻断 李克一行人悄悄地爬上了对面的山顶 从这里望向海豚湾 那里的海水清澈见地 你很难相信 每年都会有两万三千条海豚在这里被残忍杀害 第二天 李克本想侦查海豚湾附近 他们借口是观光的旅客 带着摄像机来到海豚湾附近 但刚一到这里 当地的渔民就围了上来 随后不停地用胸口撞击李克团队的成员 而在海面上 几艘渔船正在捕杀海豚 几天之后 一艘满渔民的船正在搜查整片海域 山上也出现了许多巡山人员 如此大规模的搜查行动 说明今年的海豚围围围马上就要开始了 李克得知消息之后 立即和团队人员商议 必须要马上展开行动 而整个计划只有两个目的 获得音频和他们围捕海豚的视频证据 商议过后 他们决定由曼妮夫妇潜入海中 将侧阴仪放入海豚湾左侧的水域 到了计划开始的几分钟前 队员们都把大使馆的电话小心地放好 一旦发生任何意外 他们可以马上通知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一路上 他们小心地前行 甩掉了跟踪的渔民和暗哨 最终抵达了海豚湾附近的水域 但此时意外还是发生了 当曼妮夫妇刚下水之后 对面的山坡上就出现了亮光 幸好此时侧阴仪已经安装完毕 曼妮夫妇也安全着陆 李克团队安全撤离 只不过第二天一早 警察就找上了门 但他们没有证据 简单询问之后就离开了酒店 当天晚上 李克几人再次返回到海豚湾 将伪装成石头的摄像机 安放在了海豚湾的石壁上 凌晨时分 摄像机里传来的画面上 数千条海豚被围困在海豚湾中 狱命们手握鱼叉 将惊恐的海豚一一刺死 随后利用铁钩把海豚的尸体托上船 整个海湾都被鲜血染红 山谷中还不断回荡着海豚们的悲鸣 而至于为什么要刺杀海豚 当地的渔民回应说 这是他们日本的传统饮食文化 就像西方人喜欢吃牛肉一样 他们也喜欢吃海豚肉 但李克在接下来的走访调查中才发现 他们所谓的饮食文化根本就是一个谎言 在东京大阪各大城市的街头采访中 许多日本人根本不知道屠杀海豚的事件 但那些被猎杀的海豚肉都去了哪里呢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 李克终于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 海豚肉不仅不能为人类补充营养 甚至还有毒 因为每只海豚体内的拱含量全部高达2000ppm 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的0.4ppm 李克随即在日本的各大水产超市都没有发现海豚肉 而是发现了不少价格便宜的鲸肉 带着心中的疑惑 李克随即购买了一些鲸肉 但经过DNA检测 这些鲸肉实际上都是海豚肉 他们甚至会在海豚管理公开售买海豚肉 不知情的游客们会一边看海豚表演 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海豚肉 而为了巨大的利益 太地定的市长甚至会把那些不能出售的海豚肉 地价卖给学校餐厅工孩子们使用 如此可怕的真相 让李克他们几倍发量 而与此同时 国际上正在召开全球精类保护会议 日本代表在大会上大言不惭地说道 他们国家已经大大提高了羽民的捕杀技术 海豚几乎能在毫无痛苦的状态下死去 此时李克背着显示器出现在大会上 画面上播放的 正是日本秘密屠杀海豚的画面 虽然李克最终被会议的保安人员带了出去 但他们终于把日本的罪恶揭露给了全世界 当天 日本代表就被全球不禁协会当场开除 而李克 依旧在为全球的海豚生存环境做着积极的努力 日本人民的肮脏罪恶 已经被全世界所知晓 而他们不顾世界环境 全球人民的健康 以及公然污染地球 倾倒和废水的行为 必将为他们带来应有的恶果